竹山鎮下坪裡的污水處理場預定地 長滿雜草 就連在地的百年立枝樹也差點被雜草淹沒 經過民眾反映縣府也曾派人整修 附近居民希望能有更好的方法 否則雜草長得比人高 蛇都從草叢跑出來 嚇壞居民也不是辦法 平常是你看看木草 跟鑽石八大 鑽石跟鑽石八大 做成地圈子 是不是在開港進城 可以當這堆地的經理好 這個議定地已經徵修十幾年了 夠夠將士要延宕還未施工 目前幸空就是請你們將士看到雜草重生 雜草重生 這是最近這幾天 管政府來經理的 我們經營後來經理的 我們地方的百姓 希望上市相關單位 民意代表可以重視 經濟部及南投縣政府也召開 竹山污水處理廠說明會 議員張志明向相關單位建議 在動工新建污水處理廠之前 先讓縣政府種植草花取代雜草 成為花海 讓原本雜亂的草地變成美麗的景觀 希望說會不會用到的時候 我們來做一個學習農場 甚至是一個花海 這是我們的願望 我們要拜託我們這些秋風 在做的時候要注意 我們第三個地方的地震帶 主委就說一定要安全 污水處理廠及污水下水道工程 預計耗資13億 將在108年4月動工 地方居民都希望污水處理廠 興建完後 能注重環境美觀綠化 成為在地居民的好鄰居 議長何勝峰也希望相關單位 注意污水處理廠環境改善 在施工時更要注意附近居民的安全措施 讓施工品質給居民更加安心 民意新聞黃俊懷竹山採訪報導